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主要就是傳出美國銀行跟巴克蘭銀行 他們相繼退出收購雷曼兄弟的談判破局 造成雷曼兄弟有可能破產的危機 另外也有AIG傳出財務危機 最重要的是和雷曼兄弟接手的 有沒有接手的人 有沒有接手的銀行願意收購他 如果雷曼兄弟全世界等於是第四大的金融機構 都沒辦法有人來接的話 那恐怕問題會非常大家會覺得非常嚴重 看我們中華民國的笑話 全部刷光我 全部刷光我 好 謝謝 感谢观看